而绝大部分的学校参访公部门户外教学的时候 大多数都会选择警校单位 不过玉璃镇中城国小这一次却选择参访玉璃镇公所 而由于是镇公所第一次接待国小学生来参访闯官 因此镇长蔡秋龙是亲自接待 并且率领了各科室的主管担任官主来导览说明业务 让学童觉得是十分新鲜又有趣 中城国小学生大阵仗以闯官方式来参访玉璃镇公所 镇公所也不是省油的灯 不仅镇长蔡秋龙担任官主魔王 也率领监设客图书馆以及殡葬所长 三位各科室主管来担任官主 导览解说业务 也设计闯官问答 学童们反应热烈 多数学校规划参访工部门的户外教学课程 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工作业务 较不为人熟知的警察或消防单位 不过中城国小却选择了玉璃镇公所 校长李东泰说 除了是玉璃镇最高的行政机关 也要让学童进一步认识 正正行政业务工作 我负责很多很多的业务 跟我们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 从建设科开始 也去参观环境建设环保环兵科 也有去参观图书馆 让孩子了解说 公所是怎么样在为民服务的 而头一次有学校学生来参 参访镇长蔡秋龙相当重视 亲子接待 这个我相信对于我们未来的主人 有他最重要的意义 平日推展公务的办公厅社 今天却充满了学童学习的欢笑声 让工部门不再是居庙堂之高的官府 而是学生门另一个学习教室 公所主管担任官主欲教欲乐 学生学习过程也觉得十分新鲜又有趣 记者石玉兰玉里采访报道 请搜寻一下 请搜寻一下